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来到台湾第一间 Pokemon Play Lab 位于更休闲馆台南旗舰店 很荣幸能够担任这次的开幕嘉宾 紧张中带有一点兴奋 会是跟赛评截然不同的挑战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活动吧 台湾首间开幕的 Pokemon Play Lab的现场 欢迎大家鼓掌 欢迎大家 那Pokemon Play Lab是 Pokemon系列游戏底堂活动 等特殊情绪好的地方 要想让大家一起来 就可以感觉到 没有办法的Pokemon 这个角度呢 刚刚提醒 感觉忘了我们的烧飞活动 游玩的空间 配些比赛的赛事 让大家可以在这边一起享乐 享受对战的乐趣哦 在这个Face过温到 玩温柔车身上 打完游戏 电话游戏玩游戏 电话游戏 电话游戏 订阅玩游戏和玩游戏 一般常语的 相关的桌面 他们游戏课 就是现在 大家做的地方 大家可以来一些 自己我们 包括 基本日好玩游戏的练习 我们一个专业 这个教学员 可以看到我们 后面身穿 蓝色 他们可以随时的展开 我们的新手教学啊 因为小学校可以找他们 在后方右侧 来帮助我们的 两片打枪 对 展示我们 宝可空 基本日好玩游戏最新的 飞龙虎 狂烈之地跟 地骨人的汗 之后我们变化奖面 会在不久 在实在上面打开 另外一侧 相对面 这边是 游戏豆腐游戏 游戏游戏 游戏游戏 可以让玩家 沉浸在我们 猫可空的世界里面 自由的 自由的冒险 哇 好棒喔 好棒喔 那美洲人的老鼠的东西呢 除了可以这样 直接打开 一切拂护的之外 美洲人呢 一直都为我们的老鼠 非常期待 那我 就是我们的 到外赛 很美咯 可以让大家一起 一些多交流 为了我们 本来的大型赛事 恩主力 也可以记得影片吧 好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姐妹们的小鹿 谢谢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 最重要的环节 是什么呢 新手将士 好 其实天线我 常穿梭在南部的教学活动 对于教学 这块也是小有心得 看着不少新手 藉由新手教室 加入宝可梦集团式 卡牌游戏 这个大家庭 还在犹豫是否要入科那里 不如踏出第一步 来新手教室吧 比赛将抽选 现场报名的16人 而5回迎战 最后胜出的训练家 环境是在 飞红博物发售后 有几率出现像是 铁金体EX 夜夜雄赫月EX的新卡 另外规则上 我们是60张牌组 打4张奖山卡 只放4张的情况下 想要拿完4张的节奏 相对快 对于暖T较久的 刹难朵跟放主会较不利 也由于一开始就放4张奖赏卡而已 喷火龙EX 跟月夜雄赫月EX 这两种依照对手 获得奖赏卡的数量 才增强的牌也会削弱 如果你愿意的话 甚至可以放到 多一点的奇数跟杜鹃 在中期就抢先获得优势 而我今天所选的牌呢 是起源地亚鲁卡Vistar 个人认为在4张奖赏卡的赛制下 铁碧榜EX 跟起源地亚鲁卡Vistar之类 可以一次获得多张奖赏卡的牌型叫醒优势 而为了增加金属牌特性填到能量的几率 还特地投入莫鲁贝克的绿牌 果真让我很顺利的 在先攻第二回合开出猩猩科罗诺斯 不过我的对手可不是省油的灯 他在后攻第二回合就成功放逐7张 并用狐帕EX 反昏卷我的起源地亚鲁卡Vistar 最后一来一往的情况下 恭喜这位训练家在明人挑战战挑战成功 在牌型预测上 其实觉得放逐没有到这么优势 加上会有奇数跟杜鹃的关系 原本是觉得放逐爬不太上来才对 所以我自己就没有放到半张奇数跟杜鹃哦 现在想想好像放个一两张奇数会比较好一点 今天开幕立敌的训练家们 不管大小朋友都相当热情 谢谢所有来找合照签名的粉丝们 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在赛场上见面 活动到这边告一段落了 很开心台湾能有Pokemon Play Lab这样的地方 甚至开在我居住的台南 日后还会持续有新手教室 宝可梦日跟道馆赛活动等 喜欢宝可梦计划室卡牌游戏的你一定要来一趟